昨天上午,江苏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,会上,江苏省统计局、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,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江苏经济运行情况。 盛统计局副局长刘新月表示,今年以来,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,我中向好的态势,结构调整,有新成效,动力转换,有新进展,质量效益,有新改善,高质量发展展现良好开端,经济结构更优化。 上半年,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,44863.5亿元,阿克比价格计算,同比增长7.0%,分产业看,第一产业增加值1363.3亿元,增长1.5亿,第二产业增加值20171.2亿元,增长6.4%, 第三产业增加值23329亿元,增长8.0%,增速平均高于全国0.5%。就业情况是对经济增长最直观的反应,用上半年亮眼的就业数据,刘新月证明了经济增长的稳健。 刘新月证明说,6月末,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2.98%,同比下降0.0一个百分点。 上半年,全省城镇新增就业78.88万人,同比增加6.78万人,增长9.4%,增速达到今五年来同期最高。 经济运行稳健的背后市结构增加优化。 上半年,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,同比增长6.2%,从产业类型来看。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7.10%,战规上工业总产值必重大43.5%,同比提高1.8个百分点。 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增长10.3%,刘新月从一组工业生产数据中,零出这两组数字。 他认为,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增长,意味着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,工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。 而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的增长,则以为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化生产设备,被运用到工业生产中。 这反过来也将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,动力转换有新进展、投资、消费、出口式拉动TDP增长的三脚马车。 而从上半年经济数据来看,经济动力转换有了新进展,上半年,全省股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.3%,增速比一季度回升1.4个百分点。 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67.7%,上升到71.7%。 刘新远说,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都是市场推动的投资,这说明市场信心不断增强。 同时,消费品市场增长平稳,上半年,全省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391元,同比民意增长7.5%,比一季度加快0.4个百分点。 其中,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.1%,比一季度加快0.7个百分点。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7.3%,快于城镇居民0.2个百分点。 上半年,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,零售总额16333.4亿元,同比增长9.2%。 此外,进出口贸易较快增长,上半年,全省完成货物进出口总额20460.2亿元,同比增长9.4%,出口12326.6亿元,增长7.5%,进口8133.6亿元,增长12.4%,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。 上半年,一般贸易出口6239.9亿元,同比增长11.2%,占出口总额比重达50.6%,比上年同期提高1.7个百分点。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553.5亿元,同比增长8.8%,占出口总额比重达36.9%,比上年同期提高0.4个百分点。 质量效益均有改善,上半年,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升,经济质量效益有了新改善。 数据显示,一到五月,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,实现利润总额3423.7亿元,同比增长7.4%,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.1个百分点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6.12%,比一季度提高0.2个百分点。 同时,一到五月,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,营业利润,同比增长12.7%,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.2个百分点。 全省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42.8亿元,同比增长8.3%,其中,税收收入4001.9亿元,增长16.5%,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86.2%,比一季度,上年同期分别提高0.9个,6.1个百分点。 不仅政府的钱袋子充足了,百姓的钱包也鼓了起来。 刘新远说,上半年,民生付举本不曾进,全省会共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果。 百姓的获得感更足,数据显示,上半年,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85元,同比民意增长8.9%,其中,工资性收入11636元。 增长7.7%,经营净收入2772元,增长9.1%,财产净收入1872元,增长12.6%,转移净收入3605元,增长10.7%,按常住地分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54元,增长8.3%,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194元,增长8.9%,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.191,比上年同期缩小0.02。 江苏经济报记者朱冰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